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哭流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真的让人相当心疼的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女族呢 已经是夺得了一个亚洲杯的冠军 并且呢凯旋回国进行隔离当中 那么就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央视这边呢 也针对我们中国女族整个团队 每一个国家呢进行了一个单独的采访 并且呢也是啊 听到了他们呢最近的一些心声和感受 那么在这一次采访当中呢 有两个球员的一个表现呢 真的让我是相当心疼的 其中一个就是楼嘉惠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的一个啊 东京奥运会当中呢 楼嘉惠本身是帮助中国女族建立了一个赫赫的工区 也是我们中国女族之所以能够进入奥运会的一个工程 但是没有想到当时啊 楼嘉惠呢作为一个老将 却是在最后的时刻呢 被贾秀全的教练团队给放弃 所以其实啊在这一次采访当中 楼嘉惠呢也是说 他以为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呢 已经是彻底啊结束了 但是后面啊他看到贾秀全下课水性侠上任之后呢 他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够重新进入国家队呢又充满了信心 还好后来呢啊水之岛呢也的确是看到了楼嘉惠的一个能力 也重新的把它征兆入伍 让楼嘉惠呢有了重新为国家队服务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到这里啊楼嘉惠呢自己也是弃不成声 非常感恩感谢水之岛呢给了自己重新的机会 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呢 让自己再次能够为国效力 用一个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 就是亚洲杯的冠军呢来讲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觉得自己呢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而且呢一切尽在不严重 那除了楼嘉惠之外的话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小将王小雪呢 在这一次采访当中也哭的是非常的伤心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此前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呢 因为贾秀全这边的战术 包括人员安排的十分糟糕 所以导致王小雪在本次的一个奥运会当中 也是出现了不少失误 甚至呢成为了一些极端球迷的一个网报对象 说他呢赶紧应该离开球球队 所以在当时的东京奥运会当中 中国女主惨败之后啊 那么作为啊这个小将的王小雪 可以说在那一次遭遇了不少的网络暴力 也的确是相当委屈的 所以这一次啊 他也是凭借着自己呢 用身体去挡住了韩国的最终的一个攻球 让得到很多球迷的一个点赞之后呢 那么其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到这个细节啊 王小雪也是直接是气不成声 他觉得自己呢 在此时此刻的想法呢没有太多 他只是希望呢 即便是韩国队从自己的身体踩过去 他也不希望这个球呢 从自己的身体穿进球门 所以他希望自己呢 这么做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不要再被骂了 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实话 其实不管是楼家汇还是王小雪呢 这一次的确是受了太多的一些委屈 他们也终于呢 用最终的一个亚洲杯的冠军呢 来证明自己 的确是无时无刻都在努力 真的是希望能够为国家队去效力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努力 而且是相当有能力的 所以说到这里 其实啊 共同的一个啊 最具责任人呢 其实真的要归咎于贾秀权 如果不是当时贾秀权呢 刻意去使用新人呢 抛弃了很多的一些老将 导致我们中国女族惨败呢 那么楼家汇和王小雪呢 也不用遭遇这么大的一些心酸和委屈 也不会在这一次夺得亚洲杯冠军之后呢 在央视的镜头面前呢 哭得如此的伤心 说实话 其实我看到这些老将呢 真的是觉得他们是相当不容易的 本身呢 真的是非常希望为国家队去奴隶 如果说这次不是水性侠临时上任的话 那么可能他们之后呢 真的是再也没有机会 为我们中国女族呢 夺得了这么高的一些荣誉了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也真的要感谢一下水性侠知道 那么他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 而且是非常理智英明的一个指导 我们接下来也期待 他能够继续带领着中国女族呢 冲向世界获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